说起家静恩这个女星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这一些她的发展重心一直放在了内地 因此观众也是经常在电视上看见她的身影 对于她很多年轻的网友的第一印象 肯定是03版《以天托隆记》中的赵敏 但小编不是游记的第一次 在屏幕上看见 她还是在黄晓明主演的《大汉天子》中的念炉焦 当时看她和陈道明对戏还是很过瘾的 微胖的小脸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尤其是低头的那一幕深深的印在脑海中 其实贾静文和第一任丈夫结婚后 有一段时间在娱乐圈没有了她的消息 当时还是挺为她高兴的 心想这样的女子终于能够找到了一生相伴的男人 但好景不长之后 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事件了 嫁给了修杰 接后贾静文不顾40岁的高龄 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女儿步步 在42岁的时候还是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 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波妞 之后就是大家在节目上所看见的样子了 74年出生的贾静文眼角多了很多的皱纹 细细一看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如今的她已经是三个女孩子的妈妈 不再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赵敏了 她之前的美是美带灵动 美带亲和上的 成为了母亲之后 这种美反而没有消失 而是更加的突出 以前的婴儿肥和胶原蛋白 模糊了真实脸性 瘦下来的贾静文别有一番滋味 只是脸上的眷容有些明显 而同样是74年出生的林志玲 她可谓是比较早的那一批 走性感路线的女星了 连柳妍之类的也要甘拜下风 对于林志玲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第一就是她的身高 达到了173厘米 当穿上了高跟鞋之后 很多男人都不敢靠近 第二点就是她的网音了 像当初在电领赤壁里的那一句 萌萌站起来 大家还没有忘记对她支配的恐惧吧 第三点就是和颜程序纠缠 多年不清不楚的恋情了 作为一个模特 她的天资并不好 作为一个演员 她少了能把自己交到角色里的灵气 那这么多年 林志玲是怎么屹立不倒的呢 她靠的是智商和情商 在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志玲 真的是一个很有耀仰的女孩子 从节骨带人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于自己的年龄 林志玲是这样回答的 30还是40 那只是一个数字 你忽略她就可以轻松地面对一起 没有结过婚的林志玲 相对于同龄人 那贾静文年轻了不少 在生活中没有了柴米油盐 等琐事的偷扰自然看起来有活力 而她放出的很多自拍 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不像44岁的女人 就像一个代价的黄花大闺女一般 正如黄渤祝福她的话 在戏里演绎无数爱情的指令 愿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你脸上露出真正的 不是剧本里的笑容 也是我们粉丝给她的祝福 陈德荣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女星的 看过她主演作品的观众都到了法定结婚的年龄了 虽然是作为中国台湾演员 但是陈德荣出道 确实在香港成名也是在此 她签约的是少许公司 还和周新驰合作过两部电影呢 一部是《师兄壮鬼》的女主角阿玉 一部是《陆顶记》中的双儿 都属于角色的美女 之后陈德荣回到了台湾发展 成为了穷女郎 这也是很多人都了解的历史了 陈德荣其实现在还在拍摄电视剧作品 但人气早已经比不上当年了 因为她在年轻时候 扮演少女类型的角色是拿手好戏 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没有了当初的灵气 这也许是人气衰落的原因之一吧 陈德荣早在37岁的时候 就嫁给了房地产商人成为了过态 现年44岁的陈德荣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灵气 同龄人该有的发福 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74年的蒋静文 74年的林志玲 74年的陈德荣 网友不像同龄人 一个是有三个孩子的二婚妈妈 一个是还没有结婚的女人 一个是结婚但没有生孩子的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